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上一个星期的进凯转向于下一个阶段的凯书 就是第七讲的这个未凯 还是每次课我都要让大家回到一下这个总的目录 知道我们处在这个整个课程的什么环节 在什么位置 这都是你之前 你看我们都这么走过来了 非常的神奇 大传你念过 小传念过 汉丽念过 清丽各位也都念过了 那么上一次课是未经时候的凯书 主要是小凯 小凯你竟然还能实践了 这真是难以想象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今天就是凯书里面的第二个课就是未凯 那么下个星期第三个课就是唐凯 那么凯书的话总要一共要耗费我们 三讲的时间来讲课和练习 那么第九讲 第十讲 十一十二讲 这四讲呢都是行书 行书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各位基本上都没有真的练过行书 你之前平时写硬笔书法 我知道你写的是行书 但是跟真正的书法的行书还是有差别的 你不要以为你已经会写行书了 你的行书是等于是没有上道的 自己写的自由体行书其实是 那么草书最后面我们会有三个课的草书 今天主要就谈这个未凯的问题 那么我们主要要围绕了哪些呢 到底为什么这个名字叫未凯 未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涵盖了什么时代呢 它的特点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既然叫它一个名字 那它总要有它的这个特征特点 要不然它就跟进凯或者唐凯 它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分和差异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叫它未凯肯定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 我们要把它的特点给它抓住 那么等到下一个星期 讲完这个唐代的凯书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对整个的凯书的认识 就更加的明白了 有比较你才能把特点抓得住 未凯 唐凯 未进的进凯 这三大凯书 我最后面唐凯讲完了之后 要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大的一个比较 这样你对每一种凯书的美感和形式特点 都会一目了然 那么你这个好处对我们练习书法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乱来了 你不下练了 那你就不串了 你下次练了唐凯了 就抓住我跟你讲的特点 练到魏凯了 就用通过自己理性对于魏凯的特点的把握练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跑偏了 这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理论认知 来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 不然的话 你纯粹是跟着感觉走 那不就是像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算哪里了吗 你很容易就跑偏 感觉好的时候还好 感觉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一个审美的把握之后 即便是我在我们感觉不太好的时候 你也不至于掉了坑里 不至于跑偏 好 那么魏凯在后来他是怎么传承的 尤其是在清代 我们会提出举出一些重要的写魏凯的一些书法名家 凯书有三大类系 现在你已经牢牢的记住了 怎么会是哪三大类系呢 第一是敬凯 魏净的凯书 类系 下次你跟人家谈起凯书的时候 你就非常的清晰了 三大类系 凯书就跑不出去 第二是北魏的这么一个大的类系 第三大类系呢 唐代的凯书的这么大一个类系 这三大类系 你看欧阳荀 哪个大类系啊 唐代 对吧 赵梦福 哪个类系啊 魏净凯书类系 智勇 王羲之的七世孙 哪个类系啊 魏净凯书类系 是吧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在后来 我们归到哪个类系里去以后啊 它那个特点你就容易抓 那么魏凯 我们来 今天我们就要着重来谈一谈这个魏凯的问题 魏凯的这个概念 什么是魏凯呢 它是相当于哪个历史时期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历史的阶段 各位看一下 我放了一张历史的这个连表图 在 左边是三国 魏 属 晋 这里其实是有两个魏出现 你发现了吗 但是 我们所说的魏凯 不是第一个前面那个三国时候魏 三国时候魏 我们前面上个词课讲过的 是什么 魏晋凯书的魏 他是跟二王在一起的 其中三国魏的一个杰出的书法家 是谁啊 中游 中游被称为后世的楷书的鼻祖 就是楷书之祖啊 他是中游 那么他是属于魏晋楷书类的 我们真正要讲的 其实是什么呢 南北朝对峙的这个北朝里面的北魏 南朝大家都记得宋齐良臣 那么北朝呢 北魏 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后面延续就是北齐和北周 所谓的北朝就是 最后面统一成隋南北朝 那我们其实谈的是哪一块呢 其实就是在北魏的这一块 而北魏的这一块的书封 这凯书的书封 对后面的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都是延续下去的 还影响到了隋 所以隋其实是一个融合的 南北的一个融合 但你这是往后看 各位 再往前看一下 往前看是 北魏来自十六国 来自于西晋 西晋上面是魏属吾 其实 中游的这个凯书 对西晋 对北魏 也是有影响的 你通过这个历史的图表 你大体上 你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等会会借助一些 具体的书法图片来 印证 我刚才讲的这一点 所以 北魏时候的凯书 我们叫它魏凯 清代人 还有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魏卑体 魏卑体 我们把它简称 魏凯 也叫 北魏凯书 它不是三国魏 记住了 这个不要混淆 那么 各位看一下 我这是电脑体 电脑体里面有一种 也叫北魏 不过名字不叫北魏 叫华文魏体 上面那个 那就是魏卑体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做程序的计算机 我们有的同学是学计算机语言的 可能也有 你要把它编这个程序的话 编把这个魏卑输进去的话 要考虑什么 把它最核心的特征抓住 所以这个魏卑体的特征 我看了这个电脑体 还是抓住了很多的 大体上抓住了魏卑的这个特征的 你可能还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你没怎么写过魏卑 等会回头我们把魏卑的特点 一一分析过之后 回头你再来看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计算机程序员们 他们输入 他们抓特征的时候 也不容易啊 能够把这个特征都抓住 然后全选 点击 华文卫体 整篇都变成这个 就出来了 这其实就是找什么 找规律了 它其实就是找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在里头 所以我们学这个书法也是的 我们要学的是什么 学规律性的东西 第二行 这一行是凯体 你看这也是电脑体 第三行就是我们说的送体字 这三种 都是我们说经常会用到的 好 真正的 那么我们说北魏的魏碑的体的楷书是什么样的呢 看一下 是这样的 北魏的张蒙农碑 一般你要是学习书法 很多人都建议你学魏碑 学哪个 推荐你学张蒙农碑 这就是个代表 这是碑鹅 顶上的那个碑鹅 底下是碑的正纹 上面是碑鹅 碑鹅这个 你看这个碑的感觉跟您之前上次看到的靳凯的感觉不一样了 这个字要大得多了 靳凯都是小凯 小小的小字 不大 很小 这是先给大家一个初步的印象 你看跟志勇的是有差别的 志勇的是靳凯 很清新 飘逸 带有书卷气 是吧 很带有书卷气 志勇的凯书 好 后面是大家熟悉的 柳公全的凯书 玄米塔碑的一个局部 这是唐凯的代表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看一下 卫碑凯书 跟唐凯跟靳凯之间的 相互之间的那个差别 就这幅图来看 你喜欢哪一个 左 中 右 哪个 右 好多同学都喜欢 突然之间建议思迁 很花心 喜欢卫凯了 我讲到哪个 你就喜欢哪个 说明我讲得也挺好 至少让你对某一种 你特别的喜欢上它了 那么这三个的特征 经过这个一比较之后 你看 你已经初步的感知了它的形式的差异 已经感知了 我后面还会再详细的来讲 下面来做一个选择题 这一幅是凯书 是一幅小凯 凯书 你觉得它是属于靳凯 魏凯还是 唐凯 选一下 不敢说吗 靳凯 好 这一幅就属于靳凯 这个人特别崇尚 靳凯书 把自己的灾号还起名叫 宝凯 以凯书的书法 比莫为宝贝 宝凯 这个人就是米福 所以米福的话 当然是说它是宋斯嘉里面 行书写的特别杰出的一个大书法家 他的小凯也写的很有特点 小凯里面是带有什么的 带有行书笔的 米福是瞧不起唐代人的凯书的 他只学靳人 靳人的凯书 他就是这样飘逸 清新 灵动 这是米福的小凯 好 再看这一幅 靳凯 魏凯 唐凯 属于哪一种 好 这是属于魏凯 大家都答对的 这是谁的呢 这是清代的大书法家 赵志谦的凯书 把魏碑的凯书 竟然能够学得这么自如的去写 也不容易 很清新 很自如 我对于魏碑的喜欢 其实最早有所认识的 其实是赵志谦 赵志谦可以说是把我领进 魏碑书法 艺术魅力之门的那一个书法家 赵志谦是个全才 书法好 绘画好 印章好 关键是书法 赵 吏 吏 行草 都全 这是一个奇才 他的传课也是这样子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魏凯的一种存在的形式 我们今天写个书法 你看我上课都发纸给你们 我不会发一个石碑给你们 让你们去课碑吧 对吧 但是在北魏这个时候 这个楷书 它存在的形式 可不只是纸 而且今天你看到的好的作品 基本上都不是纸 主要是石头 好 魏凯的存在的形式 主要包括哪些呢 一个是碑刻 大家知道碑刻 竖起石头来 刻好了竖起来 碑刻 就是立碑 第二呢 木志明 木志明跟碑刻有什么差别呢 碑刻是在坟墓的前面竖起来的 木志明呢 是放在坟墓里头 放在坟墓里头 埋在坟墓里面的 所以又叫埋制 就是木志明的制 所以又叫埋制 是埋在里面的 万一前面的风化 老化 毁坏 破坏了 那岂不是就不知道 木主人是谁了吗 幸好还有一块 埋在里面的木志明 木志明就是这个 木主的生平的简单介绍 他的简介 生平事迹 也赞美他的都在里头了 也在上面 所以幸亏有这个木志明 木志明的作用 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第三就是磨牙时刻 山牙上面找一片 我们上次讲历书的时候 也讲到过的 像石蒙颂啊 还有如果去过泰山 泰山有一个著名的磨牙 是那个刻实书法 叫泰山金石玉金刚金 每个字有二十多 这么大 每个字这么大 很大 打到下次去泰山旅游的时候 要记得看一看这一篇 在书法史上极其有名的这一篇 是北齐时期的 那么第四个门内就是照相提记 因为这个北魏特别的这个重佛 所以大量的照相 照相边上 到底是谁出前照相的呢 要做一个提记 所以就叫做照相提记 第五大类就是墨迹 墨迹比较少见 所以目前可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悲客 以北魏的数量是最多的 你要到字店里去买字帖啊 北魏什么什么什么木质 什么什么碑 太多太多了 数量非常的多 为什么会数量这么多呢 清代的康有为这么解释 他说北朝的碑客 莫胜于魏 最胜就是魏 莫背于魏 做得好 数量大 质量高 盖成敬送之 莫运 兼其良之 流风 享国济勇 一夜自兴 因为敬送吧 这个敬碑 你看 而北朝这个北魏呢 它是从碑 讲究孝顺 孝顺的话 人死了以后 晚碑怎么能不立碑呢 不然就不孝顺了嘛 对不对 从碑它 周期短坐 你看 就是在北魏之后的 北周北期 故言碑者必称未也 这是一个社会的客观的一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 你如果说大家都进碑 你看 那怎么办 那就没有什么碑了 要不就偷偷摸摸的立个碑 孝顺一下 好 你看 张慕隆碑 这么高大 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张慕隆碑的碑额 上面那个碑额 现在还在 在山东区域的 汉卫碑克存在馆 下次去区域的时候 记得去看一下 有好多的原石 汉卫的原石碑克 可以看 看石头的感觉 跟看字贴的感觉 差别不一样 可惜不能摸 要一摸 它还有什么 凹凸感 有机理的 手感 有凹凸感 能摸一摸 但是一般它不给你摸 因为 但是你拍个照可以 感受一下 近距离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这些 我去了一下 这个碑克存在馆的时候 没有玻璃照起来 你要是到了西安的那个叫什么的 西安碑林去看的时候 那个重要的碑都是被玻璃给照起来的 玻璃照起来的 隔了一层的感觉 你就感觉呼吸不畅 跟你之间 无法沟通 但是你不照起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这个挨得很近的感觉 非常近 所以你要到下次到 这个汉卫碑克存在馆的区域 我估计过几年也许还真的说不定就玻璃照起来 都是有可能的为了保护它 因为最早的时候西安碑林也是不照起来的 我最早去的时候 好 这一块是木质 你看 埋在里头的是方的 是方方的 方方正正的 是个梯形 底下还有一个木质上面还有一个文字 几个大字 钻书 你看看保护的多好 你看 你要是在前面的这个碑的话 那就风化的不成样子了 时间久了 碰到了战乱了 碰到了人为了 风雨了 对吧 但是由于它这么多年来 你看一千多年了 一千多年了还能够保持这么完好 你看一看 还是保存的真好 这源于木质 现在也出版这个字贴了 你可以去 下次如果对于未卑的书法感兴趣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字贴来 这是木质 这是磨牙石刻 磨牙石刻有个特点 石头的面不光洁 你看像这个 踏下来特别光洁 不会有凹脱感的 这个它面不平 你看旧的这个石头刻 所以它刻得不精致 但是有一股自然的天趣在里头 反而很自由 这种自由感是由于客观的物质的 这个石头的条件 材质的条件造成的 其实是 我等会还会再讲到石门铭 再看一下造像 佛教这个造像提记 这个以龙门石窟群 洛阳的龙门石窟最多了 全是的 旁边大小佛像旁边有一个造像提记 各位看这个 它就是有一个造像提记 左边是佛像 右边就是一段提记 一般都是这样子 我出一笔钱给某某某造像 然后我就不管了 交给你们了 反正把我的名字弄上告诉你 给谁造像的 然后就这样 然后人家就把它给完成了 最后就 所以这个造像记 一般都不是说 我出钱的人去 自己去写 自己去课 一般都是 专门有人来做这个事 课 写 跟出钱的人 其实是 一般不是一个人的 这个也是造像提记 真好看 提在下面 这段文字 底下 那边还有 侧面还有 太和元年三月四日 周济才兄弟三个人出钱的 为父母尽造白玉像玉曲 你看 这就明白 是谁给谁造的了 年月全部都上去了 今天这样的一个书法踏片 成了我们作为一个领帖的范本 也成为一个 所以当然这个提记的 都不是什么著名书法家 不是的 一般都是属于职业的 写手 这样子 像匠人一样 再看看史评宫造像记 造了这个像 可惜这个像的图被毁坏了 提记提在哪里呢 就是提在右边的那一片 看到了吗 我来做一个标记 就是在这里 这一片了 看到了吧 就在这一片 这个位置提在 这个有意思它是什么呢 它不是阴客 它是阳客 阳客是很少见的 字突出来的 一般都是阴客 所以阳客 那个踏出来的话呢 踏片呢 一般字口 它就是黑的 旁边是变成白的了 刚才那个是阴客 阴客就会出现什么呢 字是这个白的 旁边是黑的 这都是阴客 这个也是阴客 就是把这个写好了之后 把它挖掉 字 那么把周围的挖掉 就是成为了阳客 你看 这是阳客 这是踏片踏下来的 这个客的就笔画线道很粗 而且这个刀的感觉 非常的明显 各位看一下 刀的感觉很明显 像这个 你可以看看这个折 我放大一下 你看 折大 这个立刀旁 大着 你看 特别的明显 那个刀的感觉 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个史评宫 这个照相剂 是我们说 把刀的美感 体现得很充分的一个 除了刚才讲的这几类 还有一类就是墨迹 墨迹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小字 1965年11月 在三西大同 这个地方出土的 在司马金龙的一个墓 出土的 一组屏风 这个屏风上面有画 苗彩的 有方面有彩绘 然后还有书法的这个文字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你看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 这个才是真正的书写的 书写的 那我们按道理灵贴的话 最好是拿到这个灵 但我们今天拿灵贴 一般都是拿着什么呢 碑刻去灵的 因为碑刻经过了石匠 刻工的加工之后 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但是不过我们今天有了墨迹的之后呢 这个时代很幸福 能看到墨迹 还有长卷 还有长卷 超经的 我们很多人学习书法 不仅仅是学习像张默龙碑 史评宫 从赵汉记 张鹤 汝 墨迹等等这些 刻在石头上的了 我们还学什么呢 还学墨迹了 学了墨迹 因为还是有差别的墨迹跟刻在石头上 还是有差别的 好 那么 他这是我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 北魏的楷书有这么几种存在的形式 我们重点要谈一谈 卫背楷书的 北魏楷书的美感的特质在哪里呢 根据我们前面来讲的 我们分析一个书法艺术 怎么去分析呢 如何去分析呢 还是要回到我们几个基本的 那几条 从形式的层面 就是基础的层面 我们要看它的点画 线条 结构 章法 楷书的章法呢 其实不像形式草书那么多变 基本上都差不多 基本上是横对齐 竖对齐的多一些 偶尔也有竖一行一行 横不对齐的也有 除了这一方面 还有一方呢 看它的精神气质 给你一眼看过去 造成你直觉上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飘逸 还是野意 还是潇洒 还是安静 还是坑枪有力 还是很雄强 还是很浑厚 还是很朴拙 那这种就是一种什么 精神气质 就像我看各位同学 有的人 今天来好像有点软绵绵的 今天有的人来 又看 哎呀 好精神啊 对吧 这个就是一种精神气质 就是在里头 所以我们看书法的话呢 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是要看的 不能光看颜值 好 那么魏凯的美感特质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它的中宫比较宽薄 特别是跟唐代楷书相比 唐代楷书 言文清比较宽一点 其他的几个都比较紧 中宫比较紧 比较宽薄 中宫比较宽薄 你看 我要来讲讲 到底什么叫中宫宽薄 我会来讲一些 比如说这是原真木制 我今天讲课举了好多的例子呢 都来自于这个原真木制 因为它保存的也很好 而且北魏卑的这个凯书的形式特点 也体现的比较充分 我们来取一个字 比如说灵敏的灵字 你看 中宫很宽 里面那个你砍上去很胖胖的 很宽薄 中间它没有收腰 没有收得很紧 很宽 非常的宽 凯书的左低右高斜向还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原真木制的 下面我举的一个例子呢 是颜真卿 多宝塔碑里面的 我们好多人听说过 颜体凯书 多宝塔碑 这是颜真卿 多宝塔碑里面的 这个是柳公权的 玄秘塔碑里面的灵字 好 再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张鹤 乳木制 也是北魏的 你看 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把这四个字做一个对比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是中宫的紧 和中宫的宽 比如说斜向的这两个 像斜向的这两个 我们说这两个就是属于中宫比较宽的 那么这两个斜向的 这两个斜向的就是什么呢 中宫收的比较紧的 那么中宫在什么地方呢 告诉大家 在这 我画了九宫格 字可以九宫格放进去 我们比如说我们把林字放进去了之后 就看中间那个圆圈 收 有的字圆圈大一点 中宫就显得宽敞一些 视觉上面收的紧一点 那就感觉到中宫紧凑一点 中宫紧凑的字呢 显得什么呢 显得俊秀挺拔一些 中宫 圆大一点呢 显得宽薄一些 我们再回头再来看一眼 在视觉上面 能体会到吗 这个中宫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下次看字 看特别是看这个 专利凯这样的这个书体 你就看中宫啊 就很容易能够看出来 比如说他这个中宫 他就比较宽 这个中宫的那个收的比较紧一些 这也是收的比较紧一些 这个你看 这部分你看 很宽的感觉 就是中宫就感觉到 宽宽的感觉 这就是中宫的差别 历数其实也是比较宽的 像张千杯就特别宽 我们再来 现在请你来做一个测试和判断 请问这两个字 哪一个字的中宫显得宽薄一些 左还是右 大家一致能够看得出来 是右边这个字 右边这个字就是北魏的 凯书的和 有没有同学能看得出来 左边这个中宫书的紧紧的这个字 到底是哪个书法家的和 笔下的和 这个书法家你一定熟悉 只是你不敢判断到底是出自谁 我只要一说出来 你马上就知道这是谁了 有没有同学知道 左边这个 来自于唐代的书法家 欧阳寻 欧体 你看 所以欧体写得很俊俏 很紧俏 他的中宫都是收得紧紧的 你看啊 所以你小时候写字 老师如果说 爸爸妈妈带你去上书法班的时候 可能学的就是欧体 就是很严谨很紧的 而不像右边这个 北魏的 所以北魏的凯书 作为初学者来说 当然要好学一些了 没有那么严谨啊 好 这两个字 哪一个字显得中宫要宽薄一些 左还是右 各位看一下 左还是右啊 方便不出来了吗 当然是左边这个了 是吧 左边这个显得中宫宽木 右边那个显得要紧一些了 右边那个是欧阳寻的 左边这个是北魏的 这个凯书里面的 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所以 各位看一看这个心字底 这个心字底它起来 是不是要更自由一些啊 是吧 大家看这个心字底 因为它有形塑动性在里头了 它两下 但本来这两点是分开的 然后呢 到了这里 这也是 魏北楷书的特点 写这个心 你看它就是这样了 它就这样写了 但是你写OT的话 后面那个两个点 一本正经的 一本正经的 很庄严的写的 不像这样 很帅意的就出来了 好 我们看 这个是北魏的著名的书法家 郑道昭 这个 他的 这个论经书师 就是基本上的字都是宽宽的 你看看 这个了啊 过啊 是吧 都很宽 通啊 都很宽薄 你看 这些字 这个也是一个学习北魏的 这个楷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本 它特别宽 特别宽薄 所以喜欢宽薄的人 我觉得这个字帖就比较适合你 比较适合 你要是喜欢特别紧的呢 那我觉得欧阳荀的就特别紧 中共比较收得紧一点 郑道昭是四五五到五六 北朝 魏的诗人书法家 北魏大臣正希的次子 这是我们讲的 北魏楷书的美感特质的第一点 中宽宫比较宽薄 第二 长笔画很舒展 很夸张 特别是长撇 长辣 一般我们撇和辣都是有度的 特别是唐代的楷书比较度 但是在北魏的楷书当中 它不仅是长出去 还很夸张 这两个笔画 显得像 拉得特别的特别的长 比如说你看 圆真木质里面的 史和树两个字 你看这个撇和树的那个 树的底下 你看这个撇拖得这么长 非常非常的长 树底下有四个点 它竟然写成什么 三角形的点 为什么 这是刀刻的效果 主要是刀工 三角形的笔画怎么写 没办法写的 除非你描 要不然它这个点就是圆的 你这样描一下 那还差不多 不描你就出不来 所以我们说这种三角形的点 其实你要是想用毛笔来表达 其实非得要带点做的痕迹 要不然你就很难写出来 你要想很自然的这样的书写的话 三角形的点就不容易出来 很长 再看这个春 超长的撇和辣 一般你写个春字 过年的时候你写个春什么什么 基本上都不会写得这么长 这是北魏的楷书的一个特点 撇那超长 夸张 伸展 让我们想到谁呢 宋四家的行书 黄亭坚 黄亭坚也是喜欢夸张撇和那 再看 眼睛 这个撇那 你看真是太夸张了 是吧 写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真是很有意思 而且 你写了这种字之后你就写楷书 你突然发现 写楷书竟然可以这么痛快的 对吧 你看 你看 特别痛快 而且写金也是 然后就出来了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写这个竟然写魏凯 非常的洒脱 而且很非常的开张 你看 这个腊可以敲这么高 这个撇和腊 各位看 这个轮子 这都是魏凯的一个撇腊的夸张的一个特点 这个卷 一点都不卷 你看 写得好棒 这个字 特别的舒展 这个字写的 真是开张 所以他把撇和腊的这种 一夸张了之后 在我们今天来看的话 视觉的话 好舒展 真是的 非常的舒展的感觉 看了之后 内心也跟着他一起舒展了 好 这是第二点 夸张这些长笔画 第三 撇画 前轻后重 那画 尾巴长脱 什么意思呢 一般我们写个撇都是上面重 写楷书的时候 你往往都是 前面轻 前面重 后面轻 都是这样写的 对吧 长撇 但是呢 你看 它是上面重 上面轻 下面重 是这样子的 你看 发现了吗 它跟隶书很相像 那画呢 这个拉的尾巴 你看 拖得很长 这部分 你看一下 就像这个轮子也是 拖得很长 撇和腊 你看 这个树子的撇是上面轻 下面重 很像历书 所以 北魏的楷书 有历书的 这个影响 还保存的比较多一些 包括死的撇也是这样 那的撇 你看拖得 那么长 那个尾巴 我们把它放大 欣赏一下 你看这个尾巴 拖得太长了 简直 我们一般都拖了这么长 写这个 写这个死字 好看 但是很有装饰感 所以我们就会欣赏书法的人 这一撇一辣都要欣赏好半天 觉得有意思 好玩 还有这个菌子 这是个菌 就是疏通的意思 你看这个辣 非常的大 像大刀一样 伸得很长 很长 这个在唐代的楷书里面 就伸不到这么长了 会小一点 肯定会小一点 还有这个菌的这两个撇 一般都是上面重下面轻 它的第一个撇 你看上面轻一点 下面重一点 这个跟我们唐代的楷书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放在一起来看一看 三个拿在一起 支 支 从 从 当这三个在一起的时候 你感受到 这种气势 拍山倒海的就来了 放大 我们也来放大来看一下 放大看 真是 你看 为什么这里会断开呢 因为它刻的刀的时候 它都是一刀刻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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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过去的 分得很清楚 这一刀 一刀 就跟科影章一样 你看这里也断开 好 再看看这一个地子 我们把它单独出来 我们卓东讲一下这个撇 这个撇是前面轻 后面重 还有点翘 这就是历书里面的撇的痕迹 在里头 还没有完全摆脱 那么写到唐代的楷书 会什么样的呢 各位看一下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地 就是唐代的楷书的撇 刘公泉的撇 上面重 下面轻 尾巴尖 那么 左下角这个是汉代的碑刻 张千碑里面的这个地 张千碑的地跟北魏的这个地的撇 是比较相似的 这就是前面轻后面重的 就是还保留着 所以你要打破一个概念 我们写撇的时候 不一定是所有的楷书都一定是上面重下面轻的 这个概念你以前可能养成了 但现在你需要再兼容一下 有像北魏的这个楷书的这个撇 是前面轻后面重一些 撇的尾巴这部分要偏重一些 这是一个北魏楷书的一个特点 好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魏楷的这个美感特点呢 转折的地方也很有特点 有一个三角的硬肩绑 一般你看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转折 各位看一下 写一个转折 过去以后一顿下来 挺好的没问题 但是它呢 还要再多一个三角的硬肩 你看这样下去 这样 或者重一点呢就变成这样 你看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肩特别明显 特别突出 各位看一下 这是东南西北的东 你感觉好像多了一笔石的 你发现了吧 它大部分都是过去以后 这样切一下再过来 这个动作很明显 这个东字 所以它多了一个硬肩 三角的硬肩多了一个出来了 这个就是北魏楷书的 在转折处的一个特征 形式的特征 好有力量啊 你发现了吗 有了这个转折 就显得特别的有力度 这个字显得 你看这个手的 本来横折过去 它叉叉这样过来了 写手的时候 你藏在楷书就不会这样去写了 这个转折 守这个位置 再看这个门子也是 你看 右边拐角处 过去叉叉 横折 多了这个硬角 像一个山一样 啪掘起来 骨骼 很硬朗 所以这就是北魏的这个楷书转折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个转折特征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分两笔来写了 这一刀过去 它很多次刻的时候啊 它还不一定是这样刀过去的 我因为我自己是刻印章的 它很多的时候是直接就这样刀 刷一刀就过来了 刷一刀就下来了 它就两刀出来了 它不一定是这样这样钝的这样去写的 所以刻刀们 我知道这个是野字的 刻刀师傅 它是刻石的师傅 所以它也是有它自己的 刻工的一套的 这个技术语言在里头的 并不是一定要遵循 书法家的这个墨迹去刻的 所以它怎么刻方便 怎么刻快 效率高 它怎么刻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折 所以我刻印章 我有些时候刻这个 你们那些刻印章 我有些时候是把所有的横 全部刻完 再来刻印章所有的树 再来刻斜的笔画 所以不一定非得是按照这个笔顺 一笔一笔这么刻下来的 所以刻这个石头也是这样 你看 比如说它这里刻完了之后 它觉得这个地方还不够转折 它再补一刀 斜脚再斜一刀 好了 就马上就出来 像山峰一样 尖的这个尖脚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跟刀工有直接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也带来了这个北约楷书的美感 它独特的之处 你要是看你上次学的中游 你几乎就看不到 王羡之 王羡之也几乎看不到这个特点 但是这个北约楷书里面 尤其是碑刻里面就能看得特别明显 好 所以我讲的第五点就是刀感很强烈 强烈的刀的感觉 刀是什么感觉 你不是切过西瓜吗 刀一刀下去西瓜过去 刀很明显的刀过去的痕迹 干干净净 很挺拔 它不一样 你看 刀过去以后非常的干净利落 所以这个石头的十字 上面那个横画 正常我们写这个横画的时候 你看你往往都是怎么写的呢 是这么写的 过去你看毛笔 都是这样的 都不会像这样子收笔 这都是刀出来的效果 横画的起笔和收笔 切下去 刷一下毛笔后面这部分 你很难出来这个情况 它只有刀一切 笔划过去的之后一切 然后就出来这样 底下那个转折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后来再来写的时候 这个就特别的难 你想毛笔表达 想表达这样的效果 这个地方很不容易 很难表达 再看 这个字也是的 这个腊的尾巴这么长 跟刀有关系 它这样来一刀 再看这个网 好难写 这个笔划 是吧 正常这样一下 过去以后都是往下坠的 它是这样往上翘的 你发现了吗 是这样往上翘的 这个其实只有倒在石头上才能出得来 毛笔是挺难写的 你只有慢慢地这样过去 这样拎起来一下 这就是书写的时候就不那么自然了 其实就是这样 你看 所以这个 看最后面那个王子的最后面 这三笔 我都怀疑它是最后面三个一起切的 三三三个一横过去 插着插 然后插插一切 三个一下子就切出来 切得很平整 而且切得 连那个角度都一样 我们再来跟唐代的楷书比较一下 左边这个是多包塔碑 上面这个 左上角的是多包塔碑 看到了 左下角的是唐代 楚税良的楷书 宴塔 圣教序里面的一个黄字 你看 它这个就跟那个就不一样 所以相对来说 唐代的这些明家的楷书的刻出来的这些作品 刻字将主观的这个参入的成分要多还是少 要少一些 它更加尊崇于严真卿 欧阳荀 柳公权这些书法明家的末稿 更加尊崇于他们的末稿 尽管刀也是起到了作用 但我觉得不像北魏卫碑楷书 那么主观的作用那么多 所以刀杆它就不会那么强烈 如果来一个穿越 让北魏的这些刻实的刻工 跑到延仁清 欧阳荀 楚税良 于世兰的时代来 啪啪啪啪两下 完全走一样了 跟延仁清可能关系都不太大 只是物理看花有点像 我估计是 所以这我们说的 尽管那些使工们有课实的自己的经验 但是还是尊崇 比较尊崇的 但是北魏的楷书相对来说 刀工的体现就更充分一些 你看这个燕子 这个刀的感觉真是喜欢 可是就是好难在毛笔上表现出来 峻拔有力 这种角度 非常的斩钉截铁 各位看一下 刀锋能力 极好 还有张蓬笼碑 这个刀的感觉好迷恋好喜欢 所以刀有刀的美感 下次你实在是喜欢的 不行找个师傅拿把刀 可以刻 过过这个影 实际上的影也可以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这种美感的时候 就是长恨自己 没有技术不行 打不到毛笔 打不到这个情况 我好像也写了一个使品工照相记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帮我拿过来一下 在那一卷子那里 我们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把使品工照相记写了其中写了一段 可以给大家体验 看一看使品工照相记的那个碑刻的感觉 我是用了大量的什么呢 侧峰来写 就是这个笔峰这样躺倒 你看 这样写 你看 不是正常的这样的垂直于纸的书写的 我是用了更多的笔峰躺下去 刀刀刀 侧峰的感觉来写的 所以我想我写的那天我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长卷 也是做了一些用笔法上面的这一种尝试 是毛边纸就是这一卷 来 这个助教老师打开 给大家这样拉开给大家看一看你们两个 过不过瘾呢 写的很过瘾 写这个也大字 刷这么大的字的时候也是很过瘾的 可以拉给大家先看一看 这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史评宫的照相机 我写了其中的这一段 就是大字在前面你看到了吗 那几个大字是不是在前面 在前面 对 这个就不能一般来说就不太用特平常写行草那么正常的 都是笔封比较测一些 躺倒一些 切下去 刷下来 收笔的时候还有个小动作 稍微有个小动作才能出得来 举高一点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到了吧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大字的时候 它能够表现一种气势上的一种东西 竖一点 这样竖一点看看 然后几张写好了之后接的 看到了吗 这是接缝 一张一张 这是表画是接在一起的 不是整张的纸 这个纸是这么一张一张 然后接起来的 这个地方一不小心被人家裁掉了 他为了裁整齐 你看他就把它裁掉了 一不小心 好 我们中场休息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把印章可以领走 好 那么魏凯的 我要讲的 后面还有一点 第六点 就是它的美感的特质是什么 结构非常的奇绝 应该说我们学习楷书 我们经常说要是把字写的端端正正 那唐代的楷书最典型的就是很端正 很端庄 很规规矩矩 这个每个字都很相似 差不多 那么我们下次会专门讲到唐代楷书的特点的时候会讲到 那么魏凯恰恰不太一样 它整体看上去很统一 但是你要去细细地去研究每个字的结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很奇绝 那各位看一下 这是石门铭里面的 是北魏的石门铭的 这个石门铭它就是属于结构非常奇绝的 它整体也很统一 当然它这个奇绝由于它是刻在山崖 崖石上磨牙刻石有关系 但是不仅仅是磨牙刻石 你让它刻在一块碑石上面 它也会奇绝一些 这个跟人是有关系的 跟书学者有关系 这个多有意思啊 这个琴字的造型啊 所以这种趣味性是唐代的楷书体现不了的 好玩 这个北魏的楷书的结构有趣趣味性很足 这个琴字你看 这个琴字写得多开张啊 上面搜的紧底下 上面的结构搜的紧 下面的书展 上面密一些 下面书朗一些 书密有个对比 这个结构上面 你就看的时候 你要看 比如说唐代的楷书就没有这么明显 你看这个琴字 真的是好苦的感觉 你看了是不是啊 一脸的苦像 好像是吧 你看这个琴字就很奇特 本来应该正常的话 应该把槽子都写小一点 把这个横呢写长一点 口再写小一点 这样子结构 唐代凯书就这样 但它就这样子写 很独特 再看十门名里面 这个腹子 你看 这个腹子 琴特在哪里啊 耳朵旁写这么小 小耳朵嘛 这不是啊 是吧 右边的寸写这么大 但整体的还是协调的 又是 所以这就是 好玩有趣的地方 结构上面 所以在十门名上面呢 就体现得非常的明显 好 那么十门名可以说是 最结构 最奇绝的一个代表 那么平 刚才我前面提到了 圆真木质 这个是比较整体感 还是比较平正一些的了 但是你细细看它 每个字的时候 还是起的德啊 姬啊 于啊 行啊 于天 于 和山 你仔细看每个字的时候 还是很显的 就跟黄山的松一样 比较显觉 我们对比 哪个端正啊 右边的一个端正 欧阳荀的九成功碑 非常著名的一个 楷书的碑课 你在对比北魏的 圆真木质的时候 你一对比 一个字一个字对比 哪个奇特啊 圆真木质奇特 所以你要是想追求奇特的人呢 我就不建议你去念九成功碑 哪怕你一辈子不念九成功碑 念楷书 就念北魏的木质 念北魏的碑课 没问题 完全可以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就是有很多人 包括清代也有很多人 他们就是念北魏楷书的 不念唐代的楷书的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你不能说 一个观念 楷书非唐不练 唯唐是正宗 你要这么想 那你这个观念就出问题了 唐代的楷书 只是整个楷书史上的一个板块 你不能把这其中一个板块 当作是楷书家族的全部 这个逻辑 大家要理清楚 那么魏楷的美感特质的第七点 是什么呢 帅意多变 你看很写意啊写的 唐代的楷书 当然是法度严谨 一笔不够 所以跟魏楷相比 魏楷就显得帅意多变一些 我们来看一看 原真木字 我还是以原真木字来做对比 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木字当中 两次出现了皇上两个字 但是这两个皇上 你要是理解 你肯定想尽办法 把它写的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里面两个皇上 你放在一起对比 还是很有差别的 你仔细看 这就是什么 它随意嘛 它不刻意去把每个字 写得一模一样嘛 你要是电脑刻出来 电脑打出来 一般来说都是一样的 那唐代的楷书 这种相似度就更高了 这个呢 你看两个字 它有差别 但是还是北魏的楷书 协调性还是一样 都协调 再看这两次出现这个连字 这两个连也不一样 各位仔细看一下 也是不一样 包括中间的这个竖画的出戏 一个出一个戏都不一样 都有变化 这种变化是不是说刻意追求的呢 显然不是的 它其实就是写得很帅意 不那么非常的刻板的 规规矩矩的 那么严谨的去雕筑每一个笔画 一样让它刻意追求一样 所以它一轻松 一随意的去写 就带出来了 再看还有两个天字 这个撇你看差别好大了 第一个短横的横画 差别也很大 这个就是在课写的过程当中 都有一种随意形在里头 所以北魏的楷书可以说是敬楷 魏楷 唐楷三中 我们说最率性随意的就要数北魏的楷书了 最自由的那写的也是 再看这两个命子 这个差别 两个人命不一样 你发现了吗 这两个命不太一样 撇画 拉画 还有里面那个横也不一样 一个就刀切了一下 一个是刷过去 刀比较粗 底下的口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造型 这是统一个 你看就这么一篇里面 方方针针这一篇里面 前后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可见它写的时候很放松 很随意 再来看整体 但整体同不同一 打了格子 统一的 怎么不同一 所以这个打了借格线也好看的 你不要说我不打借格线 打了借格线也有打了借格线的美感的 在这个借格线里面去找到这种美感 看上去整体好像都差不多 细细去看 前后看 发现变化挺丰富 回头你再看这个的时候 正道招的《论经书师》的时候 你看 这个随意多变 每个字型都差不多大 但是又有很大的变化 整体很统一 这就是北魏凯书的一个整体章法的一个特点 统一 而每个字不追求一模一样 这是魏凯的一大特点 再比如说石门铭 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被康有为推作是什么呢 推作是神品 在康有为的书法的理念当中 神品不多的 这个石门铭 他自己主要也是学习这个石门铭 康有为是著名的卑学理论家 他自己也学卑 卑的主要的范本就是这个石门铭 石门铭很开张 很自由 这个磨牙上面 你看 那个姿态特别的美感 我好像也拎了一卷这个石门铭的 拿过来给我们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 把那一卷石门铭拿过来看一看 这个石门铭呢 它就没有表现那个刀杆了 它更加的山崖嘛 凿过去了之后啊 笔锋啊被陷在里头 所以崩掉了之后啊 跟钻书的线条一样 圆魂饱满 它就不用表现那个刀的感觉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我写的时候呢 也是用尽量多的用钻书的笔法去写的 这个是写石门铭 下次卷的时候呢 要这样拿起来 这样一卷 卷的太少不专业啊 我告诉你 就是上下两个手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然后这么转过去 然后这么转过去 对 这专业的董老师来了啊 这个专业的来了就不一样 那这个是宣纸写的 在撒金线上写的 所以它容易表现这个什么 墨色的变化 我把墨色的变化也考虑进去了 所以这样写的话呢 更加注重的是 转书之前那种拉线条来写的 就不像刚才那个刀的感觉 那么强烈了 因为这是磨牙 刻实嘛 线条的质感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尽量的把墨的这种变化 比墨的变化 美感也融合在里面 你注意看呢 但占一次墨写几个字 占一次墨写一个字几个字 甚至是这么可比了 我还继续写 就是为了让它表现墨色的这一种层次的变化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写 跟那个时候写不一样 我这是放大好大了 放大好多了 这已经这一卷已经是 好 收起来 收起来好了 好 这就是什么名 我们来看这个 现地宝写使开智语 每一个字它都有姿态的 它都不是说板板正正 一本正经的样子 它不是的 它很随意 你看那个D字 写的太随意了 这个字 那个磨牙的 上上 你看 这个线字 好有意思 这写出来 太有意思了 好 我们刚才把这个北魏楷书的美感的特质 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大家对北魏楷书呢 已经有了一个认识了 好 这里我们有引发出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卫贝楷书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是不是主要由客工造成的呢 客工起到了作用 如果不是客工参与 是不是就没有刚才所说的 那个北魏的这种结构的特点啊 笔画线条的特点啊 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那么刀工到底参与了多少的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在这个里头 我们要来稍微做一个分析 好在我们今天能看到北魏时候的墨迹 曹法兽的这个画颜经卷 这是抄的这个重要的一部佛教的经典 那么这种写经 小凯写经 是不是由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北魏楷书的那些字形结构的那些笔画的特点呢 我们来抽一个局部来看一看 你看 哎 通过这个局部你发现了什么了吗 它其实涵盖了我们刚才说的北魏楷书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在转折处啊 在起笔处啊 那种刀的感觉啊 纳的尾巴啊 你看长撇啊 质啊 戒啊 你看这些这些笔画 你都刚才好像看了很面熟很熟悉 为什么 可见它其实刻在碑石上面 它其实是有所依依的 它不是一个说完全是一个石匠干的事 它底下的手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里头 就像有一种像我们刚才说的刀的美感在里头 所以这魏碑的楷书 它其实墨迹稿就有一个素材底子在那里 在这个底子上面强化了一下 刀工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那你要是去看我们之前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说文正明的小凯啊 赵木福的小凯啊 那都不是这样子的 静人凯书的这一个系列的 是吧 好 再来看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也是北魏的早期的墓葬啊 这个司马金龙这个出土的啊 这个猎女传上面啊 其实是有这么样的屏风啊 那么其中上面都有书法 大家看到了吗 这手写体 给我各位看一下 那这也是手写体 这个上面 通过这样的小字 我们也来看局部就能看得出来了 它到底有没有呢 你看还是有的 结构很宽博 你看 结构非常的宽博 再来看一下结构宽吧 撇合拉的伸展 你看婊子啊 上面那个太子啊 都伸得厉害了 再来看 这个多舒展啊 你看后来的苏东坡的这个书法 也有点这个意思了 也有点 黄庭坚啊 苏东坡啊 都有点这个意思 再看这个 如履薄冰 这个就卫背的感觉 特别强烈了 这个手写体验 我们来对比一下 原真目之左右对比 你会发现 哎呀 其实你 这个还是很相似的 只是呢 这个更强化了一下 刻在石头上了之后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墨迹啊 真是太幸福了 我觉得特别幸福 我能看到墨迹啊 嗯 再比如说这个在新疆 高昌这个地方出土的一些这个木表啊 就是木质砖啊 这个上面写的 这是手写体啊 这还不是刻的 这还是手写的 能保存到现在啊 以前将近1500年还不到1500年 你看 竟然保存这么完好 你看这个感觉 我们把它局部放大啊 像这种银啊 这种你看 哎 大家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有刀的感觉啊 你看 这个签字 这个拐角 我刚才说的那个三角啊 很有棱角的这些地方 你看 所以你灵贴的时候说 就对着这个灵 哎 你对于这个书法的楷书 你灵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这么自由的时候 你马上也就有兴趣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学习楷书啊 你还可以从魏楷 还可以从魏楷的这种墨迹来入手 其实你又学到了技法 而且也不至于那么拘谨 可以啊 你看像这个四和日 都是这样顿下去再下来 顿下去再下来的 有一个三角的顿角 很明显 就是在这里 各位看 就是在这里 你看这几个字 集中的体现了 这还没有刻的啊 你看 那这也是写的稿子 这都是北魏的这个书封传承下来的 传承下来 再看这个 已经刻过的了 看到了吗 这是刻刻过的 这是刻好的 这个呢 这个呢是 你会发现 刻了几个 后面还没有刻的 一边是稿子 一边是已经刻的 这个也有意思 所以当时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墨迹稿 其实就是类似于 我们刚才看到的 北魏 魏碑的楷书的这种风格 就已经有了 在这个基础上 又经过了刀的作用 才出现我们说的魏碑体的楷书 所以刀工起到了作用 但是它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性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北魏体的楷书的字型的结构来源在哪里呢 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也来做一个溯源 就是像这样的一种字的结构 它来源于什么地方呢 我们往上溯源 溯源是要往上走 溯源到上面 这个西晋 在溯源到这个 三国卫 汉卫 是吧 我们往上走 北魏 你看西晋的 西晋的时候的 你看这样的 楷书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盗窃十四经 这都是小楷的超经 很明显跟我们后来看到的 唐以后的这个小楷 明显的有差别 跟你 我们上节可以讲到的 这个王羲之和 王羲之的小楷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跟魏卑的楷书 倒是相像的 所以北魏的楷书 倒是传承的挺好的 你各位看一看 这个就是有比较明显的 魏卑的楷书的特点 再看一个西晋的 摩科波罗布鲁密经 这个是局部 看一个 这样很宽博 这个比较特点 是比较尖 比较尖锐一点 那么 西晋这个时候的楷书 又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三国时候的楷书 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中游的楷书 这是中游的贺解表 上次和我们提到过的 你往上走的时候 你就能发现 这么一脉传承下来 是能够找到 这么一个流传的痕迹的 中游是比较多的 隶书的痕迹在里头 扁扁的宽宽的 到了东京王羲之的时候 一个是往那边走 一个是北边走 北边更加保守一点 进化的慢一点 南边 王羲之从质到盐 进化的快一点 俊秀一些了 这是建计指表的一个局部 也是中游的 再往上 那就是汉代的简独了 右边那个就是汉简 左边这个 也是我们说的 三国时候 吴国的小凯 丹阳 诸然再败 中间这个就是 三国为中游的小凯 所以他们往上走 会一直往前 就是追溯到汉代的监独 所以从汉历到三国的凯书 再到西津的凯书 再到北外的凯书 这是一条线下来的 所以有些时候 你会看到 北外的凯书当中 有一路凯书 特别像历书 进化的特别慢 因为为什么 它已经是到了一个凯书 笔画已经是凯书了 结构竟然还是 历书的这种 特别平 特别宽的这种造型结构 比如说 一个明显的例子 就是北外的 正常有照相提计 这也是在龙门石窟的 我们来看一下 501年课的 这个字远看 你还以为是历书 这么宽宽 每个字方方宽宽 扁扁扁的感觉 还以为是历书 你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局部 这个局部 你能分得出来 哪个是历书 哪个是凯书吗 左边的是什么 历书张千碑 右边的就是北外的凯书 但是很像这个历书了 是吧 这已经是凯书了 其实是北外的凯书 所以北外的凯书 它其实也有一个维度在里头 一个方面的维度 就是像北魏最代表性的 这个张摩龙碑 魏碑的代表 特别像魏碑 也有点俊秀 写笔画很挺拔 你看结构很挺拔的 很秀的 另外一个方面 也有像正常有这样子 宽宽的扁扁的 就这样的结构 很像历书 像张千碑这一路子的 这个凯书的结构 所以它是在北魏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的地区是这样 有的地区它是有差异的 还是有差异 张猛龙碑 所以张猛龙碑 我们经常说它是魏碑的代表 因为魏碑很成熟 这个凯书已经是 非常成熟了 你看 跟刚才你看到的不一样了 它基本上历书已经很少了 存在的比较少了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凯书 那么其实在南朝 我们说的在东晋 王一芝的时代 也会有 比如说王辉芝 王辉芝是王献芝的哥哥 也是王一芝的儿子 王献芝的哥哥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一个是北魏的 一个是东晋的 你看一个王辉芝的 这两个人的墨迹 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你发现了吗 这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为什么 他们来自于一个来源 汉魏到西晋 然后一边是北朝 一边是东晋 宋启良城南朝 所以他们是一个来源 回到我一开始给你讲的这个图 你就现在又看了这张图的时候 你的领会又不一样了 南朝和北朝对峙 一个来源西晋 一个来源未属无 好 这样你大体上能够看出来 北朝跟南朝的书封的差异 但是源头其实是相似的 所以你从北朝上书的时候 会发现可以上书到汉魏时候的这种 凯书的早期的这种风格 因为它演变的 我们说的风格演变的慢一些 保守一些 南朝东晋 宋启良城 它就要走得快一点 所以显得要严美一些 回头再来看电脑体的卫碑 它是不是抓住了一些特征 你会发现电脑体 它还是抓住了一些特征的 只不过它还是欠缺了 我刚才说的帅意 潇洒 还是缺少了一些每个字的趣味性 它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电脑体没办法 你还让它每个字都不一样 那还能够成为电脑体 就没办法了 电脑体是找规律 不停地重复 规律性的东西 其实我们讲的卫碑的书法 卫过去了之后 北朝过去了之后 到了南北统一隋 唐 宋 元 明 几乎没有人再去学卫碑了 没有人关注卫碑 学什么 学奥王 学唐代的楷书 学这些最伟大的书法家的书法 而卫碑的话 都是一些无名的书家 无名的工匠的作品 所以几乎没有人学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进入到书法的范本呢 一直要到清代 所以我觉得是清代人发现了卫碑书法的美感 是清代人照亮了卫碑 美不自美因人而章 这个人卫碑不自美因人而章 章是谁章了他呢 就是清代人彰显了他的美感 他们崇尚卑学 崇尚汉代的碑刻 崇尚早期的 比如说像这个秦 先秦的这个金石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发现了卫碑的美感 所以清代人才开始学习卫碑 比如说邓世如 你看他学习的就是 他这张作品 写的就是卫碑这一路的书法风格 跟岩柳啊都不一样 他表现了刀的感觉 很挺拔 再看这个 也是邓世如的 但是他写的基本上 还是很有书卷气的 这就是文人写卫碑的 跟原来的差别 原来的更质朴 清代人是文人写卫碑 所以还比较文气一些 写的带有一些书卷气一些 这个常年卫碑的感觉就很好看 春灰秋明 海城月静 准平绳子归原俱方 这个很长的一个对联 对联要窄窄的 长长的就比较好看 就很好看 但是如这幅对联 你看他把 他也表现了 一部分表现了什么呢 表现了刀的美感 斩钉截铁的刀的美感 也呈现了 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他的传书 讲过他的历书 现在讲他的楷书 他的楷书 何少基督特别喜欢卫碑 这他灵的 北魏的张赫如木字 这个字不念黑女 赫如 你看我们再看看 他灵的怎么样 你看对比一下 他灵的 他灵的灵木字 你得很精致 而且颜体在里头 把笔法的精致的一面 呈现出来了 把颜正清的 那个圆转的呈现出来了 所以他不是 不怎么强化刀的感觉 而是强化了 他的那种很宁静 安静的 这种艺术的气质 呈现出来了 所以每个书法家 面对卫碑的时候 他取舍不一样 每个人都会取舍到那一面 然后发扬光大 形成自己的风格 比如赵之谦 赵之谦这位书法家 他就是呈现什么 刀的美感 刀的美感呈现得特别好 你看 他写一个横画 过去 过去 你看 然后这样一下 他就带点这个动作 过去写 我们主要要写赵之谦的 所以这个动作里面 过去 带点这样一甩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以前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这些动作 因为他要从 学毛笔拿来 学刀 当然不一样 是吧 当然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赵之谦是能够把刀 通过毛笔表现的刀的感觉 而且很流畅 你看 他还带点形术的感觉 这就是我发给你的那个范本 蒙志亦四海 麒麟麦五龙 你已经拿到这一张范本了 到时候你把纸裁一下 如果你能打格子更好 你要不能打格子的话 你就把纸裁好了 写成这样 不要整张交给我 你需要把格子 把两张纸分开来 叠好格子去写 注意漏款 不要低于正文 那么赵之谦除了 喜能够把他卫背写成对联 你看这样很好看 他的装法布局特别好看 漏款也是长长短短 很有美感 因为他是个画家 还从事是一个战客家 对于形式的美感 整体的美感很讲究 这是齐鸣耀书的四条瓶 当然他写着四条瓶 后面条瓶在这样 你看好看 他卫背写得好魅 他把卫背写得这么 流美的感觉写得 特别流美 还有彻印 这是他写的彻印 楷书的盘古开天逼地的彻印 一本彻印 打了格子 写在里头 这个写得满 卫背写得满的装法好看 满一点好看一些 他能够把气力能够呈现出来 很有张力 大家注意一下 他的转折处 他的这些笔画 像九字 前面清 后面这种转折处分两笔 你看 这个很明显的 断开的两笔 这都是学刀的 刀客的过程出来的 他本来就是转客家 学刀感的话 拿毛笔学刀的感觉 就更加的轻松自如了 很流畅 对于赵之谦和伟大就伟大在开辟了一种新的 毛笔来书写 卫背的刀感的这么一种风格样式 之前的人 那是靠刀出来的 他写这么大的字 还能用毛笔就能表现出来 刀客以后的感觉 这不容易 就是这个车页 这个就有意思了 他把传书和卫背体一边一部分组成了一个新的形式的美感 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人写都是一种素体到底 但是他把卫背跟传书放在一起 造成了这种特别的形式的新颖 也很有意思 所以他这个人特别的追求 创新 他说 独立者贵 你看 这个独立不仅是人格的问题 在艺术上面 在科学技术上面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说这句话 天地极大 多人说 总敬 独立 那可是难所难求 很难的是 我们很多人学习书法 可能没有这个独立的这种精神 第二 也没有这个勇气 第三 也不一定有这个功底 心有余 力不足 有的人甚至连这份信 心有力有余了之后 还没有那一份信 所以赵之谦 自属于能够成为我们说的近现代的一位巨匠 跟他自己的独特的思想 艺术思想是有关系的 独立者贵 天地极大 多人数 你怎么老跟着人家 老跟着人家 你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东西的 所以很难 但是他还是能够走了一条道路出来 他刻的印章当中 竟然也能把魏碑刻在编款里头 这是他刻的印章 给谁刻的呢 给这个姓魏的 人和魏西曾驾勋 就是给魏驾勋刻的 跟魏西曾刻的 你看底下 路款的这个编款 就这几个字 卑安 魏驾勋 智 这不就是魏碑题吗 太巧妙了 把魏碑题刻的这么小 刻的印章的边上面 杨克很有创造力 在他之前 没有人干过这个事 把魏碑刻在编款上面印章的 没有人干过 除了赵志迁 还有一位 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是写了一本 悲学的理论的著作 在书法史上很有名 叫《广义州双集》 就是这本书 我写一下 叫《广义州双集》 《广义州双集》 特别有名的一本书 《悲学理论》的著作 它也是一个实践家 它主要就写什么名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传书的线条 很少表现刀杆 但是它又很帅一些的 你看它带点行草的 这其实就是行凯了 其实是一个 所以它是把实门名画掉了 能够把它画掉 我们对比一下 它跟实门名的差别 你看实门名的感觉 线条的感觉很像 字的这种随意 字的姿态也很像 所以它是把北魏的精神学到了 这个跟赵志迁 另外一个路子 赵志迁是刀杆很强烈 再比如说这个珍西 它学什么呢 学那个实门名过去线条 在里面的那种抖动感 一波三折感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笔画过去 质字 你看它都不是直线过去的 这是由于斑驳 石头斑驳凸出来的 它用毛笔模仿这个感觉 你看 它跟他们两个人都一样 珍西和李瑞卿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你年龄大了以后 手抖的时候 写这个就比较适应 会比较适应一点 我呢 你现在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我是不太主张 你们去学这样的这种书法 但是作为欣赏 我们看 我们了解一下 可以 你看 是不是 这抖的一点点抖的厉害 像我就不太适应这个抖的感觉 你看 它也是的 你会发现了吗 这都是为了追求那个石头的斑驳的 一点点一点点的过去 比在纸上 但是 看衣服还行 看多了之后浑身不舒服 不如康梁痛快 梁起操来了 你看 梁起操痛快 哎呀 就淋漓痛快 真是个硬汉字 字也是这么硬 刀杆真真 康梁两个人的书法 我个人的喜欢 相对来说 还是喜欢梁起操一些 嗯 你看 这幅对脸 你看 这个感觉 不过 不过 梁起操确实在卫碑的这种书体上面下了大功夫 他基本上的书法风格都是这个路子的 你看这幅对脸 还有这幅长脸窄窄窄的小字 真好看 小院春寒 海燕一双窥花洞 空江日晚柳花无树 送归周 文字的意境也好 这个长的对脸 有格子左右编款 小字 真是特别的精彩 这个小对脸 他把卫碑真的是写活了 我最初是想把这样的对脸让大家去临摹一个的 想当然没这么长的纸 后来想 然后就作罢了 你看这写的真是好 很轻松随意 但是又有刀感 表现刀感的同时 还可以让你觉得他不刻意去模仿刀感 这是难的一个境界 这一幅长年也写得好 内容也好 凭他流水寂寝 却到海棠依旧 整日秀年高卷 为防双眼归来 这个也好 这个双是这样子写的 你看 这个长年 真是好 文字好 内容好 写得好 这个是双臂之作 是书法好 你看写得这么平淡轻松 违背 好 再看 余游人 余游人也是写违背的 把它画掉了 他写的 1927年写的一个总理遗嘱 1927年写的 这个有格子在上面写的 我们来看局部就知道了 它的结构很宽博的 这种感觉 非常宽博 写得很帅意 总理遗嘱的一个稿子 应该是一个 写得 把卫背写活了 它的字要是刻出来 就更加像卫背了 你看 这是他1924年写的 楷书张青和穆之明 像不像卫背 太像卫背了 他就会不会像下来 他主要就是 主攻就是卫背 你看看局部吧 你看这个局部 我们要是不告诉你的话 真以为 它就是北魏时候的 哪个背的一个局部呢 事实上他就是 于又人写的这个楷书 所以于又人在这个 北魏的楷书上面下了大功夫 后来他用来写行书跟草书 也是这样的 浊浊的 很轻松厚重 在于又人的书存金石器 室有惠南乡 这是一个书房的好对子 大家要把它留意一下 下次你自己 可以写一个 挂在自己的这个宿舍的墙头 嗯 就这就很好 这个也是 这个是已经是化掉了 把它 卫背的化成自己的 很轻松随意的 但结构上面还能看得出来 那种浊浊的宽宽的宽薄的 这种 还有那个仪义在里头 再看这是一部晚年 这部晚年也写得好啊 智世真田和故人将若寝 写得好吧 这个晚年也写得很厚重 应该质子两横差不多长 这个写得 卫背的感觉特别强烈 但是呢 他呢 不表现刀杆 还表现肉肉的毛笔的那种感觉 很有书卷气 也很宽薄 所以特别难把控他的字 好 再往后我们还可以找一位 二十世纪的一位 精灵四老 萧贤 萧贤是康有为的女弟子 是康有为的女弟子 你看 他也是走 跟老师一样 走的是哪一条路子呢 学的是石门铭的路子 很野意 宽薄 非常的野意 大爱圣母高峰在天 你看奇异两个字 写得特别好 这是一个很比较大的字 奇异 真的是奇异的感觉 那个字 我说卫背的结构很奇绝 它表现出来 还有这是一个巨幅 各位看一下尺寸 高度是一米二一 长度是四米二 你看看 长度四米二 要从那个板子的那个投影 要投到这里 差不多就是要投到四个大字 你看看 巨幅 书九封六 年龄的时候是九十一岁写的 你看九十一岁写的 他写了两幅 还有这幅是三米八的 老来的时候气力还是这么弥满 而且这个时候真的是 那个 马上我们说的像孩子一样 这个很有天真 滥满的趣味 每个字都不正 你看 书字 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单独抽出来 九字 你看 是这样子的 这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 我们说的画境 真的是到了画境了 不具于单个字怎么样了 单个字就这么有趣味 卫背的趣味就在这里 这个流字 你看 回到我们的学校 北京大学 我们也有一位 这个 已故的 著名的这个 书法家教授 李志敏先生 他是个法学家 明法学家 但是我们今天 好多人都忘了 他是一个明法学家了 大家在书法圈 他反而都知道 他是一个书法家 他是写卫背的 那这几个都是他写的 德哉财哉君背 德哉君背 体哉 你看 这几个都是他提的 这是踏下来的踏片 你看 我们抽一个局部 背哉来看一看 背哉 那个背背的感觉 好强烈 他就是学背背的 德哉 那位是踏片 左边这个就是拍的 这个木 这个是木板的 这个木板的 这个你还能 下次你去看一下 还在 北阁 南阁和北阁 在原培学院门口 那个南阁和北阁 这是北阁 这就是李志敏老师 这几个字提的 这几个字提的真好 俄文楼 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牌子 因为我不怎么经过俄文楼 也没有细看 我下次去细看一下 他把卫背的感觉 融入到草书当中来 所以草书是比较浊的 比较厚重的 比如说日道香炉生子言 他写的一幅草书的横幅 就是他写的 这是他的一幅草书 各位看一下 很豪放 写的非常放 他写的草书 这是他写的另外一个五言的绝句 临安草进风 将军夜饮宫 平民旋标语 默在十能钟 你看这是李志敏教授的 他是个本来 本职是学民法的 后来在书法史上反而 在我们书法上反而更有名一些 这也是北大的一个特点 很多北大法学院的毕业了之后 后来成了诗人 成了这个那个了 我发现本行我们都记不得 他是做什么的了 其实他是学法学的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李苏彤 李苏彤是比较特别的 他早期的时候特别迷恋未卑 迷恋到简直 灵贴灵的差不多一模一样 各位看一下 后来他出了家了 成了红一法师了 大家都知道 红一大师 你看灵的真好 灵北魏龙盟二十匹里面的 灵葬召喚记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个 你看这灵的真是好 灵的 灵灵这个卫碑 是吧 抽一个局部对比一下 灵的怎么样 灵的好像 这个功夫 灵贴灵卫碑的功夫 那真的是算是一流的了 灵的这样 很安静又很到位 非常的去追求 卫碑的那个行和神 他都在追求 我们觉得真真是一个才子 这个时候还没出家呢 年轻的时候 灵张某龙碑 我们来看看对比一下 这张某龙碑做一个对比 他能优为卫碑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卑学的氛围很好 延续了清代的卑学 卑学的氛围 所以他写了一首好的卫碑题 这是他的二十五岁写的一个对联 二十五岁的时候 反正你现在就是二十岁左右 你也快了 到二十五岁了 看看能不能写得出来这样的对联 这是他写的这个对联 写得好大气厚重 就这个对联 我就觉得卫碑已经很老道了 已经是这个对联 已经写得很随意了 这个也好 大怀独秀 玄流太和 这是集始平宫上面的 后来他慢慢的就清净佛学了 就慢慢慢慢的就不一样了 放下 这也是卫碑题 还没有放下卫碑 你发现了吧 所以他到后来放下的时候 连卫碑都放下了 这也是的 戒是无上菩提本 佛为一切智慧灯 你看 这个常年 这都是卫碑的感觉 这个常年写得真好窄窄的 是吧 这特别好看 常年 这也是的 如来境界 无有边际 普贤身相 犹如虚空 文字也很好 对联也写得很漂亮 都是卫碑 后来慢慢他出了家之后 他信仰的是 他是律宗 是吧 律宗是严格慈戒的 那比别的还要严 极其的严格 他对自己极其的要求严格 包括饮食啊什么 尽量的减少 而且是对自己啊 真的是苦行生 真的是 你看 出家之后的时候 苏丰就变化了 还有卫碑的感觉吗 好像没有什么了 你看 以人之过 为己之过 每反攻而择己 愿令一切皆清净 到佛庄严之彼岸 从前面的这个 到后面这个 这个差别 你会发现 卫碑的美感 这个时候 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卫碑 可以替代掉了 他内心的 最直接的表达了 他内心直接表达 他觉得卫碑 可能是个障碍了 他需要舍弃 但舍离 连卫碑的那些 形制特点都舍弃掉了 所以我们说 书法的形式 到一定的程度上 是怎么回事啊 是你内在 想怎么表达 卫碑也是一个形式 当你需要的时候 那个人生阶段 它就是你表达的 一个媒介 当你人变化了之后 你就成为 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它也许 它就是一个障碍了 它就是一种 新的表现形式的 最后面就是 卑心交集 反而卑心交集 又有点违背的感觉了 你发现了没有 绝笔制作的时候 这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慢慢去思考吧 这是为什么呢 而卑心交集 我一直觉得 卑心交集是 写的比前一个阶段还好的 最后的绝笔 推荐大家看一篇文章 就是我师兄 薛农村 最大的教授 他是研究 北魏洛阳体的一篇文章 就是 我今天没有特别的展开 他这篇文章 写得特别棒 讲得特别的细 你只要网上搜一下 就能搜到 最后的作业 就是林赵志迁的五言连 就是这幅对联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